小张刚才一番这个泪言 我确实挺心疼的 能想到那个情境 一边带着孩子一边上班 这作为任何一个 当过妈的女人来说 这都是一个 十级以上的挑战难度 但是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其实80%的原因 是你的选择 所以人家不老说嘛 自己选择路 跪着也得走完 那现在你有没有想过 你委屈的点到底在哪里 你一开始盲目地追他到广州 你有没有想过 你盘标你曾经自己的 那个小店来到广州 有没有一技之长 能够支撑你生活下去 你投奔的这个男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我说这些话 现在来说是有点马后炮 但是这些话 我是说给所有电视机前的 看节目的这些女孩们 我们盲目追求爱情没有错 但是你本以为你嫁给了爱情 最后却输给了现实 就是你在走这一步之前 你有没有想好 到了广州之后 你以什么为生 你全靠他吗 他有能力养你吗 好 就算有 你要跟他结婚 去他的家里面 拜访他的家长 现在有很多女生 就是一到南方的家里面 首先自带一种权力争夺者的 这种的感觉进入家门 跟未来的婆婆说话 性格特别值 什么让吃这个不吃 让吃那个不吃 我们家就这样 其实这就是自带一种权力的争夺 我来就是想要跟你证明 你儿子爱我 他可以对我好一辈子 当然可能不是有这个心 但是你表现出来的 就是对他母亲的不尊重 这不排除他母亲 本来心里面有心仪的人选 对你是戴着有色眼镜的 可是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 你明白吗 如果我们作为晚辈 不先对长辈低下头 就觉得只要这个男人爱我就够了 我们俩结婚 跟你们家有什么关系啊 那你放心这个家人 这个家庭的家人 一定不会接受你的 所以你一开始 就带着一种高傲的心 你觉得我为了你 已经放弃了我自己的生意 那么好的生意 我来到这儿 你妈还不同意你跟我结婚 你一定有这样的心理 从来没有 那就算你没有 到现在目前为止 你难道不知道 你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他跟他妈妈关系怎么样 如果他解不了这个结 你为了你的生活能够好过一点 你为什么不去主动解这个结呢 只见过一面 我希望就是永远都是 自己先找自己的问题 你想没想过你委屈的点在哪 你到底因为什么委屈 比如说现在我跟我的婆婆 把关系和解了 我就不委屈了 我就觉得这日子有希望了 那好 那你就朝这些目标去做 你要想到去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你不能什么都指望扔给他 让他去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你找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最清楚 对不对 我今天说这些话是 因为我真心地心疼你 我是希望你明白 自己的委屈在哪里之后 想办法去把这些委屈 一个一个解决掉 让你生活有希望 他我没有什么多说的 因为他所有的问题都明白 但他想不到解决方法 那就是一个笨男人 那怎么办 我们嫁给了这样的男人 怎么办呢 离你也离不开 对不对 所以学会想想 自己的委屈在哪儿 然后去想解决的办法 不要每天就生活在 哭声和泪水中 觉得自己很苦很委屈 你越苦越委屈 你越找不到解决的方法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少大老师 来 陀老师 生的反义词是什么 谢谢忙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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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